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芒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0年9月27日星期日的 下坑時間,今節繼續有我許劉山,今節變成蘋果 還有紐西蘭,有機小波羅,耳得太陽 大家好 還有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記得按LIKE我們的影片,留下言最重要是訂閱《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只要是沒有浪費冷氣 三個YouTube Channel,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看到澳洲有機,不是有機,金魚都可以有機的 有機的方法,養殖都可以 有機西瓜 有機小金魚 大家好 或者現在澳洲種植鹽田品種的西瓜,珍五BC 這個十二個西瓜,我們可以說幾句 接下來這七天的等候,叫做正式拘捕 大家就眾說紛紜,會不會當中出現什麼變化還是怎樣 為什麼呢?我自己是覺得應該都順利拘捕的啦 那哭小陣啦 那些家長,家屬啊,什麼都好啦 家長也好,家屬也好 哭小陣啦 嘩,真是呢 浮一聲呢,真是由香港到鹽田啊 哭到一句句啊 其實最近有一單都很值得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講一下的 那也都是,接近都搞了一整年啦,這堂東西都 年多啦,這堂東西,很多人都經常說,哇,搞錯啊 拘捕了那麼多人,拘捕了那麼多人 那麼久都沒判的,還是怎樣怎樣的 嘩,你想一下,我們講回哪一次呢 就是去年7月14號,灑田新城市的大衝突 大家還記得那一次啦,是不是 就那個sir呢 哎呀,守刀 守刀,不過一守刀不保了已經破了,那個龍脈都破了 接著啦,要講一下啦,這一彈呢 大家很有印象就是搞到一個新城市啦 咻咻咻咻啦 還有啦,就是有一個警員在扶手電梯呢 被這些暴徒一腳踢了下去,然後直到她 那次我記得其實很震驚。整個新城市的廣場 因為那時候都很喜歡去那裡逛街的啊 我去gener的都會過那裡逛一逛、逛一些 哇,竟然可以變成一個這樣的戰場喔 看見都相當不堪 好了,這壹事在7月14日這裡 剛好這個月就有三個認了這個暴動罪 兩個就判囚四年,一個中五生 這個比較上是焦點一些,判囚三年零四個月 法官就說這個,有些說 為什麼中五生都判了三年零四個月 為什麼這個那麼重,那個又怎樣 不要罵,我們今節一起聽一下 一起分析一下當中所有的故事 究竟還有原因、理據 還有各種判刑的因素是怎樣 可能有點悶的 但我們不想笑他們還是怎樣 判刑是需要有這個叫做阻嚇性 看回這壹事,這三個人 可謂代表三個年齡階層的人 一個17歲的姓李的,中五生 這個18歲都還沒到 中五就已經要入獄了 三年零四個月 接著有一個24歲 可以說他剛剛在社會工作了一段時間 做適應的,坐四年 這個五十一歲,保安院也要坐四年 去到五十一歲,去到做保安員 好啊不好聽 可能本來都是做某些工作的 可能因為那個時代的淘汰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接著就變了可能要做保安員 我認識的或者聽過都不少都是這樣 其實這個保安員 哇,有些人說該死啦 那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呢,我也覺得挺慘的 旁聽席裏面有些人聽到 四年,他們立刻相當之激動 那這個五十一歲的保安員 原來他媽媽呢 已經一把年多了 都有來聽她這個判刑那些 哇,他媽媽簡直是哭到瘋了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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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呢 即是你五十一歲的人 還要聽到這些 什麼訴求啊 什麼五一啊 還是怎樣呢 就走出去搞這些事情 又何苦呢 是吧 當他被帶來法庭的時候 他媽媽都忍不住了 衝過去這個犯人眼的時候 抓住他兒子的手 兒子 然後這個被告 保安員就叫做致遠 致遠不要走啊 見你不到啊 還是怎樣啊 哎呀 即是那一下啦 通常正常來說 那個停警那方面 都應該會拔開他 不要摸他 怎樣怎樣 不過都有他 哎呀捉住一會 那看到一些照片 或者一些片段 籌車離開那個法院的時候呢 還相當多人呢 向他舉這個五隻手指 加一隻手指的手勢 包圍著那個籌車 我想想 就是這個這樣的手勢 和這個所謂什麼五大訴求 這些呢 害死很多人啊其實 即是很多人呢 即是 即是 繼續被這些手勢啊 麻醉著 令到他沒有辦法去清醒 即是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他坐牢是沒有錯的 是的 還有一種概念 應該成為了他們的肚疼 我覺得 即是大家記得 即是當時 阿拉根啊 刮死了的時候 就不讓他肚壯的 那要他灑在大海 當然有些人就說 特地侮辱他 但是 更多的意思呢 就是不讓他的墓地 成為了圖騰 去鼓勵其他人去做些壞事 那現在他們這個口號呢 就是其實呢 就成為了一個短促 但是聽上去很有力 但是是沒有論述的 口語之類的這些 這些東西 很害人 其實你不斷地洗腦 每天這樣叫的時候 有些人真的可以迷進去 如果你意識力薄弱些 你就會迷進去 或者相信了這些東西 結果就是做些傻事 但是一回復正常 或者回復理智 或者回復回 回到現實社會的時候 那他們就現在這樣了 剛才你說的那位保安員 因為他有個案底 我想很多保安公司 都不會聘請那些有案底的保安員 應該他重新投入這個行業 都沒有機會了 我想 我想只剩下堅記車房 或者邵家津的龍虎炮 那個全倉可以聘請他 所以都說了 這個手勢真是害死不少人 還在籌車舉這個手勢 這些就是迷惑了 覺得說 信了那些正棍的那一套 其實都很多人相信那一套 政府不答應我們的訴求 所以要繼續這樣做 然後警察就不讓他們表達他們的訴求 所以他們就憎恨這個警察 或者要對警察做出這些仇事 暴力的行為 好了 那個法官其實在這次的案件是怎麼說的呢 他考慮那個判刑的時候 要看整體那個暴力行為的 而並非單一去考慮 一些被告他們犯案的行為 他本身究竟是怎樣 整體性 就是連著當時那個商場 連著那個公眾地方的環境去考慮 以及那個警員 不同的或者記者也好 這個也好 怎樣也好 那個去考慮 也有說回 他說這件案是發生在一個公眾地方 即是在一個商場裡面 涉及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 是對法治和這個法律 治安是一個直接的衝擊 所以判刑是需要具有阻嚇性才行 那就不知道了 四年有些人說 哇四年阻嚇不了的 這個是你可能覺得 哇不要搞錯 四年才夠 四十年才夠 這個是你的看法 還有可能每一件案 或者每一個不同的罪行 他們那個量刑和那個上限究竟是多少 不是你說多少是多少 所以有些人說要整頓 就是覺得不夠要整個監察院出來 是監察著這些判刑夠不夠 我其實覺得這樣也挺恐怖 嗯 我也覺得是 因為他其實是未成年的 但現在已經是當了他一個成年人去判 沒錯 那個官都有再繼續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中午生是會判要判成三年零四個月呢 其實都有解釋一下為什麼 所以那些人不要亂吐吐 吐到什麼先 那我們說回 胡官他講這件事的時候怎麼說呢 他說市民是有和平示威的權利 是基本法 還有這個香港人權法案裡面都是保障了的 其實很多官他們對於這些叫做暴動案 或者這幫暴徒黃有這些刑事案件的時候 很多時候一開波判刑那個最開頭都會這樣說 說相關的權利和這個言論自由都是一樣 對於文明社會的穩定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強調這些權利並非是絕對 那些泛民那些政棍 你聽清楚這句話吧 這些權利不是絕對的 示威的人一旦使用暴力 或者可能令到社會安寧會受到破壞的 就要必須面對這個法律的後果 這一句好像跟林卓廷講 說香港的暴動 你破壞了社會安寧嘛 不過要講一講其實那件案的實際情況 因為姓龔那個先生51歲 他判了4年 其實他是用把傘 扔向營救張力衡的另一名警員 但是沒有擊中的 好了這個理性的學生 就是用雨傘去捅張力衡超過20次 所以其實這個17歲的人 他犯的事是嚴重過 我認為是嚴重過51歲的人 但是為什麼會判他3年4個月呢? 因為他是未成年 其實他是有監禁式刑罰 但是其實他的嚴重性是很大 就是很嚴重 你捅了警察20次 是啊 一分鐘 是啊 連環這樣捅 是啊 其實就是很嚴重的 聽上去很殘忍 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怎麼會用這麼兇殘的手段呢? 真的不明白 有時候我們真的是 唉 所以剛才說 你剛才說什麼五日啊 那些什麼五球啊 就算爭取了是不是真的 變成天堂 是不是值得你用這樣的手法去做 你做事很極端 就是一個正常人是不會這樣 就算老實說 就算很多人 就是有被別人搞過 或者是直接傷害 都做不到這麼殘忍的手段去報仇 那些警察真的直接做過什麼 對你們 nothing 什麼都沒有 所以都講過了 你們這些情況 如果你真的覺得哪一件案件 或者哪一件事件 你覺得哪一個sir 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對的 你就 冤有頭債又主 因為我們之前的節目都講過 一天像許智峯這樣 是吧 私人檢控也好 什麼都好 你這些 我們最多可以說 你那個私人檢控的內容 或者籌期還是怎樣 我們沒有說你不合法的 是吧 你可以這樣做 其實 那說回那個受傷的警員 哇他都很嚴重 就是他那個受傷程度 然後都 所以搞到現在 好像一段時間都要做著文職先 沒有辦法了 太嚴重了 受傷程度都相當嚴重 張力行很嚴重 張力行事後 他的左眼眼框就骨折 還有鼻骨就傾斜 就接受過手術改善視線重影問題 他2月的時候就傷口感染 接受第二次手術 受傷後獲得病假至3月 今年3月下 其後曾短暫恢復文跡 但是6月的時候 又因為左眼框發炎 那就再獲發病假至9月6日 另外一個警員郭兆行 就是因為頭皮有裂傷 要連三針 這個背部擦傷 臉部擦傷和乳傷 右爪和右腳有觸痛和腫脹 這個郭兆行這位警察 就恢復正常的職務 但是張力行是很嚴重的 是啊 即是他這樣被人誒誒誒了一分鐘 這一個 永久性的傷害 是啊 最慘是不停的感染 接著又做第二次手術 你想想 賣口又要再禮多次 很嚴重的 你想想 最緊的 郭兆行這位警察 就是當日被他們在電梯裡踢下去 然後就拳打腳踢 然後又要拿硬物襲擊 後來就有個記者上前保護他 就叫那些人不要再打了 再打就打死他了 就叫那些人散去 那就好了 那就繼續要講回 那個官怎麼講這一宗案件 剛才都講了 這一宗案就需要 那個判處有阻嚇性的刑罰才可以 這樣才可以阻嚇到其他人去犯案的 不過我自己有時候這樣看了 可惟現在叫黑暴 都叫了一個退潮 連屠龍小隊都要等成為這個鹽田十二之一 之前有些說解散 有很多其實已經被起訴 等著 接下來他們就知道了 就慢慢等一等 但是要講一講 其實他們就認了罪的 就認了暴動 他們就避開了這個傷人十七 有意圖傷人 這些就是法律程序來的 其實暴動罪 其實是誰啊 巫婆是沒有說錯的 暴動罪是很嚴重的罪行 是十年的 最高刑罰 你真的要想一下媽媽才可以做 是啊 就好像剛才那個說 整個五十歲那個 做保安的那樣 你有沒有想一下媽媽呢 當然了 他們有些人難去認罪 他們會這麼大年紀 是啊 他剛才所說 他們三個都是有刑罪的 所以那個刑罰那裡 就不會說去到整個十年 是啊 暴動罪真的是嚴重罪行來的 還有雙人十七其實都可以終身監禁 雙人十七就是有意圖 雙人是可以判罰終身監禁的 最盡那個 最盡是終身監禁 沒錯了 可以繼續說 就是說案件 他們三個人其實都跟一班人共同犯罪的 可能只是因為人造眾多 令到被告就覺得好像得到代償的人 就支持他們犯罪一些這樣 這種情況其實都是這段時間 很多這些暴力行為 或者這些暴動場面都是常見的 官員都說 他都親自看過涉案的片段 他都說了 就剛才寫了 認為17歲姓李這個中吳生 行為在三個被告之中最凶狠的 是最凶狠的那個 所以其實他已經是 就是這一宗這樣已經算是判得輕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我們不應該判勞教 其實我們不是指這一宗 就是有些人就 硬硬把我們說的那個 評論將官李大 其實勞教呢 就是勞教中心這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認為 為什麼說認為它是一個 不是這麼完善的操作呢 為什麼呢?就是 因為現在他們這班人 你判他勞教他們會覺得是什麼呢? 尤其是譬如只有15歲的人 你判他勞教 他們會不會更加極端呢? 你是不是真的勞教完 就可以化了極端化思想呢? 這個是可以值得相確的 可能會令到他 會向一個相反方向 就是當他做極端的時候 可能做得更加盡 因為他的意志更加堅毅 是不是這樣? 有這個問題 有這個問題的 因為其實內地 其實你看一下留意一下 內地對付一些有極端思想的人 他是不會純粹用勞教中心的一套 療法去醫治那些人 因為證明了是沒有效的 全部用教育方法 是用教育方法的 一定是 就是教育為先的 你現在看看新疆的職業訓練營 就是你等他們起碼有一門手藝 你這樣才可以化了他們極端的思想 我現在覺得香港是有一個短板的 是要補充的就是 要廢止勞教 我覺得 可以這樣講 有些人是勞教 覺得是不公平的 因為只有男性才可以被人判勞教 女性是不可以的 就算犯了同一類型的罪行 只有男性會判勞教 女性是不是判更新中心的 好了 我一直講的重點都是 要想一下一件事 就是你要給這些人上去內地更新 就是判了刑之後 有沒有辦法可以給這些人上去內地更新 或者用內地那套再教育的方法 去令到這些人去極端化 現在香港現有的懲教制度 你幫不了那些人去極端化 還有我想它沒有什麼教材之類的方法去極端化 極端化就是因為過去的日子 它是有一些恐怖主義的苗頭 這個一定要做的 有恐怖分子的苗頭的話 你就不可以純粹用嚴刑逼供 除非你可以關它一輩子 好像關塔那摩那樣 好像美國關塔那摩 你關它一輩子 你怎麼酷刑都沒有所謂 是不是 但是香港不是這樣的地方 香港是講人權的 不是美國 美國是不講人權的 那就是關塔那摩 是不是 中國都不是 中國都不是 中國都是講人權的 因為中國就是抓了那些極端思想的人 都是去職業再訓練的 嗯 可以出來的 講明的 不是一輩子裡面可以出來的 那交好了就可以出來的 就是了 關塔那摩就不是了 關塔那摩你這麼容易 等等有什麼水型 你這麼多東西 那我想講一講 關於國內的法規 為什麼我會主張取消這個奴教中心呢 在2013年12月28日 全國印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廢止 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 意味著 已實施50多年的勞動教育制度 被依法廢止 勞教廢之前依法作出勞教決定有效 勞教廢之後 對正被依法執行勞動教養的人員 解除勞動教養 性如期限不再執行 這件事情在國內 是2013年10月28日已經廢止了 那香港是沒有廢止的 兩樣有一點不同 性質有些不同的 其實香港那種甚至有些像勞改 其實有些像勞動改造 香港那種的程度 比香港的勞教 比內地的勞教是更加慘的 我只可以講 但是內地勞動改造 所以就跟勞動改造是類似 因為勞動改造 都是軍事訓練式的改造 但是內地勞動改造 90年代中已經沒有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10年代中都是同一日廢止了 2013年10月28日勞動改造 都是廢止了 那好吧 我們再講回這宗案 那個觀點怎麼看 我們有機會一起做 如果想我們再講一下這方面的制度 我們可以在正向部 遲些來一節更加多的資料 更加多去探討一下 那個問題究竟在哪裡 好嗎 那個官呢 剛才我們說到 有看回閉路電視的片段 都說了 涉案者其實先後 都有包圍被這宗案件受傷的 兩個警員 對他們示意殘暴的襲擊 就認為當時他們簡直已經完全失控了 所以法庭判刑的時候 也都會考慮到 作為這個叫做相關的因素 也都說了 雖然他們那個暴力行為的時間 不是很長 但是 剛才社長都說了 張力行呢 張sir呢 這個受傷相當嚴重 第一次手術第二次手術 還要做一段時間 敏織又要休養了很久 還是怎樣 而另一個sir呢 也都是因為這樣 也都成為了襲擊的目標 所以也都說 對於他們兩個人的傷害 其實到至今 都是難以評估的 不單止身體受到傷害 也都有可以說 算是傷殘的 也都會影響到什麼呢 就是他們可能都有想過要升職 或者自己那個做警察的仕途 究竟是怎樣 也都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你想想 都很難出去逛逼啊 或者怎樣做去衝鋒陷 那就變成一個民職了 可能真的變成他都要背起了理想 到時候可能有機會 所以說 也都是這宗案的嚴重之處 官也都再說 考慮這些因素的時候 這些三個被判刑的人士 他們也是對於公眾 那附近的公眾人士 和附近的居民造成滋擾 警民和社區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再說下去 就是判刑的時候 要考慮到什麼呢 就是整體整件案件的暴力程度 而並非單純被告的個人行為 例如好像社長所說 其中一個就是扔傘 扔不中還是怎樣 也有再說什麼呢 強調他們三個被告 和其他人其實是共同犯罪的 無論他們的個人行為究竟是怎樣 他們彼此之間 已經構成了一個集體的行動 和有彼此之間的互相支持 所以那個罪責是會相同的 法官也說 考慮相關因素之後 因為案件中 每一個被告的背景 和那個求情因素 量刑整件事 佔了他的屁股 其實都不是那麼大的 當然那些辯護律師 都一定拿很多東西出來說 剛才那個51歲的 他媽媽年紀很大 這樣那樣一定怎樣 也說第三個被告 就算是一個年輕學生的身份 其實都不影響他需要被判處 一個具有阻嚇性 和要監禁認識的刑罰 那即是說 撇除了學生這個身份 那就好了 最後說到什麼呢 這三個人就共同涉嫌 在一宗暴動案裡面 這個就是重點 很多時候人們就在那裡罵 那些判刑怎樣怎樣 我們剛才都說了 還說要組織 可能要開壇東西出來 是要監察這些判刑 判得會不會不合他心水 還是怎樣 那我們到時一起再檢討 拿你出來升堂再審 審那個官怎麼審的人的量刑 這個我覺得挺正的 除非我總是覺得 你要真的在這個庭裡面 聽了那麼多課 要看完資料才去講 這樣才是公平的 要不然你這樣對於這個官 和就算對於被判刑的人 都是相當之不公平的 我看到相當很奇怪 現在還說是聯署 這個我真的看到 嚇到一跳 就是為什麼香港會這樣 反對嗎 我只是說出我的意見 重點就來了 五年暴動案 五年就是這個叫做量刑起點 那頭兩個被告他們涉及的 可能有些暴動罪 這樣那樣那些 他們干犯了暴動罪之後 他們非但沒有離開這個現場 還參與 其實當時有兩項暴動罪 第二項暴動罪都參與了 所以他們暴動罪就變了六年 為他們的量刑起點 兩個罪行同期執行 再扣減他們所謂的應罪 所以扣減之後 就變了四年就是這樣了 十七歲那個少年 後來就可以變成三年 零四個月 也是這樣去決定的 並非說是否輕判 要說回 因為他們有求情 假如他們不求情的話 可能六年或以上 就是這樣而已 好吧 其實這一宗案 我自己覺得是這麼看的 都是這個悲劇 這個悲劇這段時間 如果有些人犯了這樣的暴動罪 這些犯暴派議員 或者這些政棍 不去勸阻 不讓這些事繼續蔓延 還在那裡繼續撥火 又將責任捏到政府那裡 這樣那樣 我覺得你是有份 將這些人推入監獄的 這些媽媽你不要以為 不是政府害了你的兒子 是這一幫政棍害了你的兒子 當然啦 你的兒子自己這麼大 一百年多 沒想過後果衝出來 都有他自己的責任 自己也要承擔 哭都沒用的了 其實我覺得 這一幫煽動人的人 應該更加受到重的懲罰 因為他們害了很多人 不過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好 那就按鐵講到你先了 拜拜